红火蚁入侵中国十二省泛滥 广西发现三十二万处蚁穴 被咬伤该咋办 如果你在果园 草坪 绿化带 看到这么一个东西 它看起来形状各异 像是红色散沙堆积在一起 形成的一个小山丘 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靠近 最好要远离 因为这很有可能是红火蚁的潮雪 很多人一听蚂蚁 这有啥可怕的 觉得不足为据 事实真是这样吗 就在二零二年 四川西昌市 一名小男孩在村里玩耍 不幸遇到了一个红火蚁巢雪 遭到了他们的群攻 全身上下被咬的伤痕累累 引起了严重的过敏性休克 等到在交警的帮助下 去到医院的时候 小男孩的已经陷入了休克 好在抢救及时 脱离了生命危险 2018年 广西一男子外出钓鱼的时候 被红火蚁咬伤 想着是蚂蚁也没多在意 身体不舒服时 还以为是没休息好 等到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 最后没抢救过来 庄庄渐渐 红火蚁商人事件层出不穷 他用血淋淋的例子 再向我们证明 红火蚁的可怕之处 大家一定要提高 对红火蚁的提防之心 红火蚁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它并不是我国本土物种 属于外来入侵物种 目前在我国台湾 广东 香港 广西等地都有分布 在2021年的时候 仅仅广西一个市里 就累计发现了 红火蚁32万处巢雪 红火蚁 它们原产地在南美的巴西 巴拉圭 和阿根廷的巴拉纳河流城 目前不仅在中国泛滥成灾 还入侵了多个国家 由于对人造成的伤害系数高 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 最危险的蚂蚁 同时也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收录的最具有破坏力的 入侵生物名单里 红火蚁性格霸道 它们在遇到侵袭时 并不会向其他蚂蚁四处逃命 而是会直接攻击入侵者 人被红火蚁咬伤 之所以有生命危险 主要是因为 红火蚁和一般蚂蚁很不一样 它们是有毒的 在咬人的时候 它们身上的熬针 会往人体里释放一种毒液 这种毒液会让人的伤口 就像是火在烧一样 令人非常难受 随后还会出现 被火烧伤一样的一个水泡 大多数人在面对红火蚁的咬伤 会感受到疼痛 不舒服 不会有生命危险 有少部分人群 对红火蚁毒液里面的毒蛋白 会产生过敏现象 容易引起过敏性休克 这是非常危险的 救治不及时 就会有生命危险 红火蚁繁殖能力惊人 一个蚁巢一天 就能繁衍出数以十万计的蚂蚁 这也是为什么 它能在我国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 它在我国已经扎下根来 种群庞大 要想在我国境内 彻底消灭红火蚁 基本上已经成为 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市面上防治红火蚁的手段 五花八门 有人直接用杀虫剂的 有人用火直接烧的 还有人用高温开水直接灌的 其中效果最好是使用毒耳剂 大家家中 如果出现了红火蚁巢穴 可以借鉴一下 如果在野外遇到 有一次红火蚁巢穴的时候 就能避则避 不过红火蚁体型小 让人防不胜防的 而且人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道理 如果我们真被红火蚁咬伤了 大家可以这样做 首先 第一时间 远离你被红火蚁咬伤的地点 避免引起多次咬伤 其次 大家可以用肥皂水多次冲洗伤口 最后在咬伤严重的情况下 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 留待观察一段时间 避免引起过敏休克现象 特别是过敏体质者 想都别想 直接去医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